你看到的秩序表左邊寫一個主題 就說 神是我們的元帥 不是我們的... 甚麼呢? 大家想想 是甚麼呢? 不是我們的甚麼呢? 不是我們的黃大仙 不是我們的觀音 不是我們的有求必應 不是阿灣町神燈 是甚麼呢? 不是我們的... 這樣繼續看下去 自己填下去了 神是我們的元帥 不是我們的助手 很多時候人們都說 你是我的助手 在聖經裡面講到約書 他去耶利哥城之前 就見到一個帶著一個 凸出來的健的一位人物 而這位人物就說這個是聖地 你要脫下你的鞋子 所以這裏所說的這個不是天使 而是神自己 而在舊約的時候 神出現呢 就是... 通常來說 神學家認為這個就是基督 即是舊約 因為聖父沒有變成為人 聖靈也沒有變成為人 但是耶穌是人 他成為人之後 他可以在舊約都出現 這個應該是... 由軍隊的元帥 就是耶穌基督 很多人去廟祈福 就是想得到福氣 有些人信耶穌也是這樣 我們得福氣沒有問題 不過問題就是 神是不是福氣的來源 有些人想到神 就是祂給我一些福氣 他們的心態是什麼呢 我拜完你就滿足我的需要 放一隻雞上去 然後你給我很多錢 只是一種交換 希望得到很多福氣 還有照人的意思 不是照他們所拜的意思 信耶穌也會說 照我的意思 我想有個這樣的婚姻 我想有些什麼 我想有些什麼 想得到的東西 想健康 快點買房子 買車 照我的意思 到底我們信耶穌是不是這樣呢 還有就是為我轉運 很多人去轉運 其實真的很明顯是一種 好像純粹是為了得到利益的一種宗教 有些人去到耶穌那裡 都是以為這樣 其實耶穌是會祝福我們 但是耶穌是完全掌管我們的生命 才能夠祝福的 有些人就說 那我就不太喜歡了 因為神掌管了 很多人不肯相信耶穌就是這樣 因為他說 又要指出我們的罪 我要悔講 要跟從耶穌 但是我們信耶穌就是要耶穌掌管 因為耶穌掌管才是最好的 當人掌管的時候 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基督徒 得不到神封聖的生命 就是他想的 但是他得不到 吵架 在做工很多問題 經常和人有爭執 之如此類 都是很多基督徒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靠自己很穩 很穩定 就是靠自己最實際 那這個圖 你看到這個人 真的很有體能 真的 他真的找個懸崖 自己扣越自己 哇 很厲害耶 人的確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發明電腦 發明現在來的5G 其實5G 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是可以很大的環境的破壞 如果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上網 看這個世界的進度 現在很多海豚死了 很多魚死了 有鯨魚死了 有很多動物 有一種叫Zombie Deer Zombie就是好像一個喪屍一樣 沒有了 就是在那兒走來走去 越來越瘦就死了 那些動物 你上網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懂得做正常的動物 就會一路一路瘦下去 又死了 那麼這個世界有些事情發生 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也都可能就是這些 放射性的東西 這些環境的污染 令到生物有很多問題 人中有很多情緒的問題 就是人以為很穩陣 其實這個世界是不好的 是變差的 也都告訴我 耶穌法要回來 還有有些人覺得 神的方法太慢了 不夠好 我那些 這個美女真是很美的 神的方法 那些美女不是那麼美 只是呆一點的 有些人會這樣想 我要神 就是要神那個太慢了 我要自己眼前那個 那這個觀念 我希望大家都不會有 就是說 神我才是最重要 因為神是掌管一切的 好了第一點就是 神是我們的元帥 耶穌法 是我們的元帥 我們一起讀 約書下紀五章十三節開始 約書下靠人贏力多些時候 舉目觀看 不如有一個人手裡又抜出來的刀 對面站立 約書下在路卡那裡問他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 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他回答說 不是的 我來事作 耶穌法軍隊的元帥 約書下就虎伏在地下敗說 我主有什麼吩咐僕人 耶穌法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下說 把你腳上走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約書下就佔著行鳥 他看到一個人拔出一把刀 哇 很威猛喔 很有力量喔 那他又說 那你是幫助我們 還是幫助我們的敵人呢 心就是 你是幫助我們 在我們那邊呢 還是在敵人那邊呢 但是呢 他回答 不是 我不是幫你 又不是幫他們 我是耶穌法軍隊的元帥 我是帶領耶穌法軍隊 我不是幫你們 我不是你的助手 不是來到成就你的計劃 而是我是帶領你的 那呢 那呢 約書下一聽到 他知道這個不是人來的 那他立刻就苦苦在地去敬拜他 然後呢 耶穌法軍隊的 和他問 我可以做什麼 那跟著他就說 將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是聖地 因為你是神 哇 在神面前要脫鞋 就是說在神面前 我們知道我們是罪人 我們是需要神的恩典的 我都希望大家來到神面前 神啊 你是至高的 我不敢 不敢誇大自己 不敢誇耀自己 我在神面前 我真的降伏在你面前 這個才是神所喜悅的人 當我們是神所喜悅的人 神就大大祝福我們 希望我們的心態 神啊你話事 我完全聽完你的話一起說 神啊你話事 我完全聽完你的話 神啊幫我放下我的自我 幫我放下我的自我 好了 不讓神作完水 有什麼後果呢 很多人說 有些這樣的教導 以前我聽過的 你想得救 你就悔解信耶穌 你想要賞賜 你就聽話 那有些人說 我不想賞賜 我只是想得救 只是得救 想到天狼就夠了 不用賞賜 那他們就不聽話 甚至有些人說 他有這樣的觀念 信耶穌都會打牌 那然後呢 他真的重生 就是當他肯不打牌了 其實那個觀念非常之重 就好像說 信耶穌和將主權交給耶穌 是完全兩回事 我希望大家知道 信耶穌就是 將主權交給耶穌 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 讓耶穌作王 是耶穌在我們生命中作主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信耶穌 信耶穌必然是信靠耶穌做救主 一定的 不過有這個生命 自然就會聽耶穌說 就會遵從神 這個才是得救的生命 即是說 得救的人一定有聖靈住在心中 一定是神帶領的 神帶領這個人 就是得救的人有這個表現 但始終不是 不是遵從神能夠得救 是信靠神得救 但是信靠神一定會遵從的 好了 不讓神做完事有什麼後果呢 在左手邊灰色的 就是代表 當然 只是想神幫他 我需要什麼 我要什麼 就是經常想到 就是祈禱神 我要什麼 我要經濟 我要前途 婚姻 情緒問題 我健康 那圖下面 那圖就是怎樣 人做主 神就服侍了 那幫人就做主了 他向前去 耶穌在後面 你什麼惡了 你搞定了 我做什麼 你搞定 這個觀念 我希望大家放下 然後 神是想我們怎樣 下面的圖 就是神 耶穌作主 然後我們就順從祂 那 怎樣神作主呢 就是 韓服在神面前 讓神作主 讓神計劃 神計劃 不是我的計劃 是神計劃 神有個目標 有個方向 讓神代理神的計劃才是最好 人的計劃 是好得脫漏的 讓神使用我們的生命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 信耶穌的生命 有一個信仰分裂症 這個神給我的感動 將他 就是 有個這樣的觀念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我追求世界 就追求這些東西 有神 就有天堂和熟靈的福氣 熟靈的福氣 太抽象了 熟肉看福氣才行 從世界有什麼來呢 錢 快樂 成功 配偶 享受 屋 被人尊重 他就覺得 這些東西實際一點 熟靈的福氣太抽象 其實這個觀念是很錯誤的 當你想神完全祝福你的生命 就是讓神作主 他不只是祝福教堂的東西 祝福你由星期日 星期一到星期日下午 到你星期六 每一個時刻都是神帶領的 希望我們說 我想能夠得到神封聖的祝福 整個生命提升 一定是讓耶穌作主的 好了 為什麼人單靠自己會產生問題 為什麼人靠人會有問題 人很想靠人 為什麼有問題呢 因為人本性是有罪和自私的 所以他想的東西是很短視的 很近視的 他的能力很有限的 第二就是人其實是蠢的 那又不是 人就發明了電腦 很多東西都很厲害 發明電腦的人 可能家庭吵架的 可能不開心的 可能很猛症 很怒吵的 很多生命中的問題 或者他甚至有 不是那麼多問題 總之他沒有永生的 因為他只是看到今世的東西 他是短視的看不到永恆的 還有他掌管不到前路 因為多有錢都好 他可以病死 我曾經在醫院 即以前在侍奉 我也同時在醫院做院務 支持我的侍奉 我見過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也是政界非常重要的人 但是他全身生了一些紅點 全身真的看到他的樣子 又紅又腫 很辛苦 即是有錢不擔保他健康 不擔保他快樂 但是我們有神是最好的 以蔡書55章9節一起讀 天枕又高於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於零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於零的意念 神的道路和意念 是超越人的想像的 很多人只想到神就是 聽道 很多人想著耶穌就是聽道 要聽道 要祈禱 要遵從 就以為耶穌只有這麼多 其實這些只是我們親近神的方法 當我們有心喜歡神 就自然喜歡聽道 喜歡聖經 也喜歡祈禱 因為可以經歷到神的同彩 神就會帶領我們進入祂的計劃 祂的計劃是超高的 是你想也想不到 在我人生中 我回看回頭的時候 我看到我每一件事發生 都是神的安排 還有神的預備 祝福和供應 以至我能夠一路路地發揮下去 是真是極度美好的 我希望大家 在年輕的時候就說 神做主我跟從 就不是我做主耶穌跟從 是我怎樣跟從 因為神的路是超越了我們所想所求 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到 你的生命可以變得多好 但有些人說 我已經前面 之前已經有很多問題了 以後我已經大了 都沒有什麼 不能回頭了 有時候有些人很年輕都說 我老了都是這樣的了 我以後都是這樣做人 不會太遲的 即使我們中間有人是年紀很大的 是長者 以後都仍然可以很大的發揮 如果是年輕的更大的發揮 希望我們用神的眼光看生命 不讓神如全作和有什麼後果 其實是活得辛苦和煩惱和無力的 你發覺你不開心有煩惱 你看回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因為我們擔心 憂慮和神的關係不好 從神得不到力量 還有被魔鬼偷 下面有個圖 人生的路很辛苦 有些人說 哎呀很辛苦 有些人說 哎呀我這個禮拜又辛苦了 我昨天又辛苦了 剛剛又辛苦了 昨天又辛苦了 昨天又辛苦了 很多事情發生了 但你親近神就沒有 你的心就平安起來 你睡覺就睡得好 你就有力量有喜樂 每天都有 但當我們掛著世界的東西 就會很辛苦 所以我們知道世界只是一條路 就是我們走世界的路 不過我們從神得力 在一世界都能夠 好像走在三重天一樣 在這個世界一路走的時候一路得力 我們不是在世界追求什麼 但我們一定要走世界的路 但我們走的時候是有神的恩典神的方法 然後呢 當我們走世界的路 就被魔鬼偷了 偷了一些開心 喜樂 力量 人又發揮不到 整天都在一個很辛苦的狀況 整天都在壓力之下 還有呢 神不喜悅 不能夠討神喜悅 神喜悅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失去 其實神是給很多好東西的 真的什麼東西都可以給的 神給我真的很多的東西 我都享受 我每一樣東西都享受 我有健康的身體 我感謝神 我有 顛強的意志 我感謝神 我有神給我的智慧聰明 去明白神的話 我經歷到聖靈 隨時隨地有神的喜樂 為人祈禱 很多人得醫治 得安慰 我感謝神 神為我開勞 可以去不同的國家祝福人 我感謝神 神給我好的太太 我感謝神 神給我師父的機會 我感謝神 我希望大家都說 我都很想立 不是每個人都會轉到人 但是呢 你只要在你的崗位上 每天都得力 你的生命就不同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就說 我不再走世界的路了 好了 神掌管一切 如果給神掌管就有福氣了 就是神什麼都掌管的 包括你的健康 你的前路 神都掌管的 摩西活到120歲 都不用戴眼鏡 眼睛沒有芬花 我活到67歲 都不用戴眼鏡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仍然是可以打網球 仍然很有體力 多謝天父 就是說 其實神要給你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給你 神也都給我經濟 可以去到不同的國家 神掌管一切的恩典 如果當人讓神作王的時候 就會進入神最高的計劃 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們得到什麼呢 有喜樂 平安力量 天天開開心心 Hallelujah 其實有平安有喜樂 已經是最好的 天天都開開心心 有恩慈 神會給你恩慈 有時候有些人說 哇 我有先知性的恩慈 有人說我有先知性的恩慈 又或者有些什麼恩慈 很開心 耶穌曾經這樣說 那些門徒說 哇 我們趕出邪令 趕鬼 耶穌說 你不要為你有開心 你為你的名記在天上開心 我們是神的兒女 就有一切的恩慈 神要給你有多難呢 難不難啊 是不難的 所以呢 我們追求恩慈 不過最重要是追求神 有神的時候 祂會給你足夠的恩慈 其實我學琴的時間 是不足一年的 神是教我怎麼彈的 神會被人聰明智慧 就是很多東西 神可以幫助我們的 我亦都在屬聯上 是沒有一個師父的 但是神會親自教我 很多的教導 我去到的地方 他們都說 都沒有人聽過 怎麼可以活著神的愛中這麼容易 怎麼處理生命這麼簡單 怎麼跟人的關係 可以這麼開心 他們聽完都說 他們這麼多年說 耶穌都沒有知道這些 但是呢 神就會教我 我希望大家都珍惜這些教導 你上網找YouTube 葉牧師 你會看到我很多不同的教導 你找情緒 由葉牧師就找到 怎麼處理情緒 找到人 葉牧師 你就會找到 怎麼不被人影響 就是壓力 罪 我都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怎麼生命更加 活得豐盛 大家都可以去看 神可以 神給了我的禮物 和恩賜 你都可以分享 你可以有之後 可以用的 那你就不用一開始 第一級上 如果你受到我的教導 你一上就已經上了十級了 你已經快過很多人了 如果你聽話 你受到這些教導 你已經快過很多人 你可以繼續高高的提升 我去到那些地方 那些人都說 你快點再來 還有 也都在非洲 現在有兩個人 在教我的教導 他們都學了 以後去教別人 他們都很渴慕 都有不同的人 請他們去講 那些人就說 你講得很好的 我感謝神 可以給我這些教導 我都分給大家 是免費送給大家 還有會有智慧 怎麼去分辨 有些什麼人 我們不用怕的 有些什麼人 不用給他們影響的 他說你不要緊的 是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有些什麼困難 不用介意的 就是說這些一切 神老祖演掌管的 在我自己的人生 經歷過很特別的事情 我曾經在 在不是在香港的時候 因為經濟的問題 我需要找工作 去支持我的侍奉 那時候有人教我 去申請做阮目 在醫院裡面 讀阮目課程 都可以有薪金 然後可以做阮目 那我就去申請的時候 他們就說已經過期 和我們很多人申請 後來我發覺是有 二百多個人排隊 那我就照樣申請 一直都沒有消息 但到最後一星期 他忽然打給我 他說我們有個位子 你想不來 那我就見不見 立即聘請了 那後來我知道 原來其實有二百多人 為何會有二百多人 找到我這張 是不是我因為最遲擺 所以他就 一看最遲那張 是不是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神是很奇妙的 其實我人心中 是有很多這些神跡歧線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會給我們智慧和機會 如何去學習 如何去發揮生命 是可以的 只要你有信心 神我願意給你用 你現在跟神說 如果你真心 不要亂說 不是好像不斷說 神我願意跟從你的計劃 你帶我 你做主做王 神就會開始給你機會 那時候我心都很急 神我有很多教導 快點快點 那有時候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呢 但是神給我二年 不用急 我有我的時間 最近有一個宗派 請我去寫一本書 就是《輕鬆得性》 那這個也是一個突破 因為寫完第一本 可能他們發覺 有這麼多人看 買和被幫助的時候 可能他們又叫我寫第二本 那第二本想寫什麼呢 第一就是《輕鬆得性》 第二就是《發揚神屬性》 《查經法》和《港道法》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教導 那這個也是神給我機會 神也會給你機會的 不要以為只是牧師有 你也有的 你跟教練都說 神也會給你機會的 神也會給你機會的 然後呢 神會給你供應的 那有些人說 那是不是天一跌的錢下來呢 不是的 而是你都一樣要做工 我自己都經常 從早到晚都做事 我不會偷懶的 我一會就是休息 一會跟我太太出外去旅行 去欣賞自然界 當我在家裡 我就真的做事 那我有休息的時間 但我不是休息 我從早到晚都在做事 我不停的 是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停了是很浪費時間的 神就說 所以說供應我的需要 就是我真的會做事 那有些人就喜歡這樣 賺了錢 為了晚上回家 躺躺躺躺 躺躺 躺在沙發裡 就一直看電視 這就是人生的目的 但你看完電視節目 覺得空虛的 但你做神的 你覺得滿足的 我希望大家 深信 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 如果我們的生命 有些事沒有處理好 我們的生命就破口 做工的時候 被人炒魷魚 沒有朋友的 這些就是生命有破口 我是喜歡聽你說話的 即是說你經常都是埋怨 投訴 就是講你自己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是很難有機會 但當我們聽神的話 去到哪裡都善待人 當我以前做院目的時候 那些醫院是不信耶穌 被那些人針對基督教 我聽了一些 但我見到他 每個都照樣打招呼 微笑 稱呼他的名字 記住他的名字 盡量跟他建立關係 雖然他們不是對我好 也有時候有些背後 告過的 即是看到什麼 就可以告我 但是神都保守我 直到我準備回香港的時候 一直那份工作 一直支持我 在那個地方 一直藉著我回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神的供應 還有健康 神會給我們健康的 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 他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神答應了會不會做 會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人呢 就經常擔心 神你會做你的部分 為什麼我們不擔心 我們會做神 變我們做的部分 你做好這個部分 你不用擔心神的 即是這個小朋友 又住了小朋友 媽媽 今晚會不會沒有飯吃 沒有飯吃很慘 會不會這樣 小朋友 那媽媽說 你為什麼會擔心 我有沒有飯吃 你擔心你有沒有做好你的功課 好嗎 很多人就是這樣 自己的就不做好 就是擔心神的 其實我們做好什麼 信靠神 聽神話 處理生命 凡事遵從神 親近神 神自然就會祝福幫助 不用擔心 到時候 神的祝福就來到 是不是 你女人 有幾個人經歷過 到時候 神的祝福來到 舉手 有時候不是一頭馬上來的 不要緊 因為我們信神一定祝福 不是說我要見到祝福 我才信神祝福 是不是 未見到祝福 我知道神一定會開路 這個就是信心 有信心 神更加喜悅 歷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一節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個經節 這個經節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起讀 要我說 尊大能力 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並且你為至高 為萬有之手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你也治你萬物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是不是很特別 這個經文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個經文 首先你記得這個經節 二十九章十一節 三十減一是二十九 有些人說 為甚麼呢 我們儘量用方法 二十九 然後十一 好像十一號 有些人說笑 就說十一號巴士 就是走路 十一 二十九十一 好了 神啊尊大 你的榮耀尊貴 是偉大的 以及能力 一切的能力 無論是宇宙的能力 那些星的能力 太陽的能力 這一切都是你的 人的能力 有些人呢 你見到他呢 哇 年輕人都好像 蹲蹲蹲蹲蹲 很頹廢 那樣 但你見到我呢 經常都見到我是精神 你不會見到我 沒有力了 今天不行了 你不會見到我這樣 你都不會見到我有心力衰弱 我今天沒有心機 又不開心 你不會見到這樣 你會見到我都是朝氣勃勃 還有有人有需要 我一定是朝氣勃勃地幫他 不會說 哎呀你這樣 我幫不了你了 我永遠都不會這樣搭人的 能力 榮耀 神的聖經 說到榮上加榮 說到我們可以有榮耀 即是說 我們不奪取神的榮耀 但是 當我們走神的路 神就叫我們生命 充滿神的榮光 就是看得到神的榮耀 強勝 是說得勝 勝利 是屬於耶穌華 神可以將勝利賜給我們 威嚴 即是能夠這個人有尊貴的身份 尊貴的都是從你而來 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全部都是你的 國度 所有國家都是你的 雖然有些國家不聽神的話 但是這些國家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並且你為至高的 是萬有之首 所有一切都是你 是元首來的 豐富尊榮都是你的 很豐盛的生命 很豐富一切的豐富 還有尊榮尊貴的 都是屬於你的 你有自理萬能 一切都是你自理的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有很大的能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這句話 大家記得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即是說他叫人能夠尊大 變成為尊大和強盛都是出於神 你想成為一個尊大強盛的人 就是出於神 是神給到你 竟然神這麼厲害 還有我們看到人 經歷聖靈這麼大的能力 這麼真實 是可經歷的 在歷史上 神所說的東西 都一直應驗 在以前應驗在耶穌身上 現在應驗 我們看到敵基督的先兆 我們看到這些 那些藉人 那些晶片 真的從聖經所說的很吻合 這些一切 讓我們知道 原來聖經說的東西 就會應驗 我們就放心相信神 完全將生命交諾給神 不要跟世人的路 不用懼怕那必死的人 不用怕他們 他們只有一個面 只有一個外面 他背後是沒有東西撐住的 但是我們有神撐住 曾經有人有個小朋友 神揀選了他 他媽媽是信耶穌的 是充滿聖靈的 他爸爸是接觸靈界的 他媽媽是行無術的 這個小朋友小時候 在網上我看過的影片 其實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他小時候看著他媽媽 他可以用魔鬼的名字 那人馬上跌倒 立即生病 立即死 那麼有能力 由他大到上下的時候 有兩個人來抓他 帶他去做學務 做無私人 但是當那個人抓他的時候 他媽媽一邊叫 一邊叫 一邊抓 把他拿走 但是在那個時候 忽然間那兩個人 定了形 外插 然後看到後面 這個小朋友後面 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天使 然後他就把他放低 那個小朋友放低 這個小朋友 雖然他不是馬上跟同神 後來 但是經過很多 剪轉之後 他結果是跟同神 被神使用成為一個傳道的人 就是他有一個無術的家 其實你在網上看到的 你找Satanist 然後 became Christian 是有不同的見證 你會看到 真的 神造工是很厲害的 神是很有能力的 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你的生命是輝煌的 你想要你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你用人的方法 你是沒有把握的 就算有些人 他一半用神 一半用自己 怎麼樣呢 我要誠實偉大 我要做很大的事 那麼他又看聖經 他用自己的意志 這個不是最好的方法 有神啊 你有你的方法 我信服你 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用你的方法 用你的生命和心態 我昨晚就講到一個信息 在聖靈學堂 就講到 侍奉者的生命和心態 我下個星期會繼續的 星期六 聽的人都覺得非常好 很多時候有些侍奉的人 沒有想到我們的生命和心態 多麼重要 當你有這種心態 神啊 你說什麼我就聽什麼 遇絕的降伏 神就喜悅你 神一喜悅你呢 你不用怕了 你的路一定是美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處理生命中所有問題 所有垃圾不好的人的影響都放手 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就被世人影響了 就很沒有力量 我們看到這個圖就是大衛 是一個又不是高大的人 是一個又不是高大的人 蘇羅那件 那件 那件規格他都穿不進 但是呢 他穿得進去 走不到 但是呢 他居然可以打這個歌利亞 因為神給他這個恩高 他唱詩高的時候 是可以把蘇羅身上的邪靈趕走的 我們看這個經文 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以住 就是按他旨意備前的人 這個經文呢 如果發掘神的屬性是很特別的 在我一個叫法揚神屬性賊經法和講道法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以住 就是說神能夠在萬事 那萬事包括什麼呢 包括逆境 這個看不到 逆境和順境 無論我們困難的時候 或者是順利的時候 如果你有現在被人傷害 你有困難的日子 你做工有困難 你家庭有困難 你在逆境的時候 神不會做工 叫我們得益處 神很厲害的 神能夠使用惡劣的環境 叫我們更加幫助祂 去依靠祂 因為最重要 全世界最重要不是順境 全世界最重要是我們幫助神 無論什麼發生 我都拔著神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拔著神 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一起說 我拔著神 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不是順境 有很多人追求順境 神是快點把困難拿走 讓我順利 什麼東西都順利 但很多事情沒有發生 我自己都曾經經歷過這個困難 我也經歷過這個困難 但是我一直依靠神的時候 神到了時候就會開羅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困難受神的造工 因為困難叫我們更加拔著神 你拔著神 神就改變你 祝福你為你開羅 好了 那順境 神一樣造工 也叫我們得益處 這裡看到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祂掌管萬事 所有的東西 人啊 工作的地方 家庭啊 社會啊 什麼東西 祂都掌管了 而神是想祝福人的 其實我們有困難 不是神想加些困難給你 而是世人是困難的 世人是喜歡傷害人的 神是想祝福的 所以我不用怕任何事情 因為任何事情 神都會做事 做工 以致在過程中 我是會得勝的 還有呢 任何困難中 都可以放心 輕鬆 那這一邊 右邊 神能夠透過萬事 叫人得益處 祂會將危機轉為轉機 雖然是困難 但是將它轉為轉機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是找順境 而是我拔著神 拔著神的時候 當然人當然喜歡順境 當你有順境 你就感謝神 有熱境 更加拔著神 有順境 都一直拔著神 永遠都拔著神 經常都深信 未曾解決 已經說 多謝耶穌 你一定會幫我 我再說一次 事情未曾解決 我都深信神一定會幫助我 一定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信心 有很多人就不是的 順利很開心很開心 一逆境 死了死了死了 神又不愛我 立刻就會以為神不愛他 這只是人的困難 希望我們在逆境之中都說 神一定在幫我 一定為我開路 在這個神我就要依靠祂 當人單靠自己的時候 會怎樣呢 逆境呢 就會有擔心又懼怕 又難解決問題 又不能掌握前路 就擔心前路了 即逆境他就頂不住 順境他就驕傲 他是貪錢 貪愛世界的東西 他就變得很難相處 又會失去朋友 即人在逆境和順境 都有困難的 但是有神呢 什麼境都不怕 順境、逆境都不怕 當神作王的時候 有這些後果 如果你想要這些JPG 這些是JPG來的 我可以傳給你的 即是誰想要呢 有很多 你給我一手指 因為我 每次講到我都會做的 這些有時候可以傳給人的 當神作為有什麼後果呢 第一 神經常陪著我們 祝福我們 你看這個小朋友睡覺 耶穌都在這裡 聖經講到 他婦人已經忘記 他吃奶的嬰孩 神是否我們睡覺的時候 忘記了我們呢 不是的 祂都在這裡 祂在祝福我們 還有呢 經常都有神的愛 經常有神的愛 還有神會帶領我們的路 還有一路提升的 其實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你的一生就沒有後悔 我感謝神 我有軟弱的時刻 我有困難的時刻 我曾經有犯罪的時刻 但是神更新我生命 我真的說神是走你的路最好 我就扔掉那些 我不再用任何的預約 不停留在任何的罪 任何的罪 就算有時沒有人看到 自己心中想都是罪 我就把它扔掉 真是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就開路 我希望大家 將你秘密的罪放下 有些秘密的罪 沒有人知道的 你回來教堂 好像正人君子一個 在你家裡可能有吵架 可能你上網看一些不應該看的東西 但是不要緊 你立刻悔改 耶穌就開心得不掉 整個天堂就為你歡喜 這一陣子 你悔改 整個天堂為你歡喜 即是說 他真的悔改了 你真的說神 我願意走完你的路 你以後的路 是真的一定會越來越廢話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幾個人 當你走神的路 你真的發覺 你的生命一路提升 一路越來越廢話 你有幾個人 舉手給我看 你到處看 這些人一路越來越廢話 你想想都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都變成這樣的人 變成你人生是很有盼望 很有力量 沒有有怕什麼都不怕 整天都輕輕鬆鬆 整天都得勝 這樣做人是不是開心很多 其實飲食 世上的朋友這些一切 其實都會過去的 酒肉朋友是會過去的 電視節目是會過去的 世上的享受是會過去的 到有一天 人呢 吃東西都未必有味的 有些人吃東西有味的 但是呢 當你有神的祝福的時候 神就一定會幫你 但是為什麼神那麼好 為什麼你不肯讓神作王呢 因為人喜歡自己做王 你看這裏 我做王最好 我自己做事最好 這就是人的本性 其實我見到真的很可惜 我見到在美國 那些幼稚園和圖書館做些什麼節目 找一些轉性人去做節目 去叫那些小朋友做轉性人 還有那些小朋友 你自己選擇你的性別 有些人喜歡玩 我喜歡男生 我喜歡做女生 女生 我喜歡做男生 那你喜歡做什麼 你就進什麼廁所 現在是有些地方是這樣的 由你進的 其實呢 還有人呢 這個世界 這個同性戀運動 就會帶來一些後果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會支持 去簽這些 有時候網上都會傳一些 去簽 去反對 在香港推行這些 同性戀的運動 人喜歡自己做王 還有人想得到自己要的 我要什麼 我要錢 我要男朋友 女朋友 我要什麼都順利 什麼都順利 我都聽了 我說很多朋友 想想走來找我 很多人就是這樣 不願意付出代價 還有人想用自己的方法 即使師父都是我用我的方法 我要搶羊 我要拔人來我 我要指揮那些人 控制那些人 這些是人的方法 但是我們師父 不要用人的方法 甚至不喜歡 我們是做多人的仆人 我願意去服侍人 我能夠服侍人 神就歡喜 這種心態很簡單 我服侍人 神就歡喜 神歡喜 神就祝福 而不是說 我要別人聽我 整班馬仔跟著我 不是這樣 而是說 我能夠祝福到人 是最好的 還有人就會怎樣 不相信神的美善 就是覺得 這裡說到 人不為己 天諸地面 就是覺得用人的方法 很多基徒都會用這些方法 還有會跟著世人的迷信 你發現有些樓 是沒有四樓的 是否這樣 那些人都會發達一點呢 總之覺得 用一些吉利的說話 是不是吉利的說話 就會帶來吉利呢 他們是依靠了吉利的說話 我們是依靠神 不是依靠吉利的說話 其實是最蠢的 最蠢的 結果是受苦的 好了 怎樣讓神作元帥呢 怎樣讓神作王呢 第一就是完全降伏 這個圖 其實就是一個 十個大麻蜂 其中一個回來 他就是苦福 感謝 但我在神面前 降伏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在我心裏 真的覺得 我一切所有都是從神而來 我非常喜歡神 我很喜歡神 我經常都想到神 我經常都謝謝神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神說什麼 我就做什麼 那時候呢 完全降伏 是最好 神就喜悅你的 神就喜歡你 你不會損失的 你是絕對不會損失的 你會有很多好的東西 來到你身上 你會發覺 恩典就會跟著你 恩典會找你的 正如我寫書 我已經想寫了幾年了 但會有人找我 叫我寫 因為當他看了文件之後 你要為我們的出版社 把這本書印出來 那這個就是神的安排 和深信神掌管一切 那什麼都在他的手中 你的升職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前路 你的婚姻 什麼都在他的掌握裡面 那有些人說 那我這麼久都沒找到配偶 怎麼辦呢 不是一定要配偶 有些人配偶都很不開心 你訪問一下結了婚的人 有幾個真的很開心 一定有我和我太太 還有其他有幾個 我不知道 有幾個開心 我希望很多個是不開心的 我希望很多個開心 不過你會發覺 有很多都不開心 不是一定結婚開心的 而是你做什麼情況 就算是單身 你有自由 你知道嗎 你想什麼時候去侍奉都可以 你什麼時候做什麼都可以 你什麼時候去旅行都可以 你想怎樣發揮你的生命都可以 其實是很好的 是恩典來的 所以保羅都說的 單身的人呢 他可以為神 但是結婚 無論如何都要為夫妻 但是呢 為夫妻我們都可以一同侍奉神 還有呢 有神帶領我的生命 我們知不知道前路應該怎麼走呢 很多人都問我 怎知道神的心意啊 怎樣尋找神的心意 嘩 你不用擔心 因為神已經整天傳遞他的心意給你 只要你眼前聽話 他一定會帶你進那裡錄 這個是信心 大家聽清楚這句話 有些人說 死了死了 這個男生是不是神為我預備的呢 你不用這麼擔心的 你祈禱 你安靜的 分辨 這個人的心是怎樣的 你尋求神的心意 神會告訴你 有很多丁徒一早已經知道 這個男生不是的 這個人都 就是 玩家 但是他又怎樣呢 喜歡他 因為他夠帥 喜歡什麼吸引 哎呀 雖然我心裡說不是 不過呢 走著的男生也好過沒有 這樣就幫著他 但是其實 這樣的時候 是更大的損失 是更大的損失 好多人不知道 原來感情受傷 是一個大損失來的 你的感情單純反而是福氣來的 神會帶領你 還有進入高層次 所以每樣神作王 是什麼都有的 人作王是怎樣的 左手邊 然後神作主是怎樣的 左手邊 當人自己作主的時候 他沒有耐性親近神 很多人 哎呀 沒有心機祈禱 為什麼呢 他的心態就是 我要求我要求 哎呀求完了 還有什麼求呢 但是當我們右手邊 我喜悅親近神 神是好美善 我喜歡神 我感謝神 一親近神 就是有喜樂平安 如果當中有些人祈禱 你得不到這件事 我可以為你祈禱 還有幫你怎樣祈禱呢 還有星期六晚這個聖靈學堂 是會幫助大家 經歷聖靈更多的 你就保持 你有聖靈的動作 你就保持 那你就任何時間 都能夠經歷到的 我自己在經歷喜樂那一天 很開心 感謝神 一祈禱 就是當時的聚會充滿喜樂 我就不斷在聚會那裡 我就不分心了 聚會完了 我一路不斷地感謝神 一路經歷過程 保持神的動作 又回到家裡的途中 在巴士上 我就一路繼續喜樂 但又不能夠大笑 那怎麼辦呢 不出聲 你們也喜歡喜樂 回到家裡已經很晚 但我依然繼續保持聖靈的喜樂 第二天你起床又保持 一路到今日都有 感謝神 就是一定是保持的時候 那你就隨時親近神都有力 第二那裡 人做主是怎樣 信從自己起 我喜歡什麼 我喜歡玩 很多時候 我喜歡男生 我喜歡沒有原因 是我喜歡 就是喜歡 就是這樣 但是喜歡的時候 未必是對的 但是呢 聽神 神裝環 怎樣 放下自己 信從神 神說什麼 我就做什麼 神會給你一些賜貨 神會給你一些不好的東西 第三 祂的好意說了 情緒說話 人做主 就 很發脾氣 很生氣 很生氣 很不喜歡你 這就是情緒 情緒作主的時候 後果呢 他會失去朋友 他會沒有真正的朋友 因為那些人只是幫他 但是沒有人真的 喜歡跟他溝通的 然後呢 第三那裡 有愛心和柔和說話 他能夠有愛心對人 第四呢 就是 人做主的時候 就是容易憎恨 和不饒恕 和人有問題的 就會憎恨他 不想見到他 最好呢 他消失 但是呢 右手邊的就是 我能夠看出 祝福和饒恕人 人不好 我會看出他受很多傷害 我會看出他 要憐憫他 祝福他 然後呢 人做主會怎樣 隨意追求異性 然後呢 在神做主就說 我尋求神的心意 如果不是神的心意 我不要 就算他有多好條件 就算他説是基督徒 我聽過很多人說 他説是基督徒來的 不是他説是基督徒 你要看到他是基督徒 看到他的生命 要不願付出代價 以為這樣 那些錢在我袋中最穩妥 但是其實你付出的仇 右手邊 就是你放下自己信從神 你付出的仇 反而你得到更多 最底的道理 為自己而活 最後得到什麼呢 是一長空 但是我們為神而活 和侍奉 侍奉 侍奉不一定做全道人 總之祝福人 見到人就祝福了仇 神又喜悅 這個就是走兩條路 一條就是人做主 一個就是神做主 是兩條不同的路 你被耶穌作主 你聽耶穌說 親近耶穌 喜歡耶穌 神一定會幫你 而最重要的秘訣是 阿拉太書二章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接著還有下半句 並且我如今 在我肉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義子 而會他事愛我 為我捨己 我沒有打得出來 就是我已經與耶穌一齊 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不是我了 不是我要什麼 是耶穌要什麼 而且活著的是 神在我裡面活著 這裡看到神的屬性 是什麼 神喜歡住在人的心中 神喜歡掌管人的生命 但是掌管的時候 你是無福的 你會被神帶領的 下面那裡有些字寫著 基督很樂意住在我裡面 你什麼時候是神 你掌管神很開心 神立刻來到 你將你的鎖匙 你家裡的鎖匙 你的生活的鎖匙 交給神 神很歡喜 神啊 這件事我怎麼決定 你告訴我 我聽你說 神很開心的 然後我們就放下 我們的自我 和罪 就能夠讓神掌管 和提升生命 不是一下子去得到 但是一步一步去得到 逐步是需要處理生命的 這個過程有時不容易 但這個過程你越來越開心 大家想不想是這樣 可不可以啊 做不做得到啊 做得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是有無限的提升 我們今天的信息就是 讓神做我們的主 祂是我們的元帥 我們是軍隊來的 祂是耶華軍隊的元帥 祂會使用我們 將人從魔鬼的手中救出來 更新基督徒 這個世代太多軟弱的基督徒 是不是很多啊 你有沒有認識很多基督徒 經常都在神那裏拿東西 經常都發脾氣 不開心 被人傷害 經常都低沉 這樣的基督徒 是很難發揮什麼作用 在這個世界上 影響不到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有主的基督徒 就算人怎麼對我 其實我很多次的 那些人對著我 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攻擊的說話 我在這裏聽 我立即分辨 這個人是敵黨神的 不要緊 他敵黨神是甚麼所謂的 神保護我 神祝福我 我不用介意 平平安安回應他 曾經有一次有一個人 他叫一個牧師 因為我們大家三個認識的 這是一個傳統教會裡面的人 他不開放性命 他跟我說了一番的說話 是攻擊性的 我一聽 我知道他是反對性命的工作 那我就很平和 我聽他講 我又講祝福的說話 後來他走了 跟著牧師就跟我說 他說 牧師你真是很好 你真是很厲害的 我不記得他用甚麼念字 他一路說你一路 好像沒甚麼傷害 沒甚麼怒氣 激氣 沒甚麼的 他好像 因為我知道 我分辨到他是甚麼人 我根本不用介意 我根本不用放在他心上 我心裏有個不舒服 有 但我馬上處理 不緊要的 沒有所謂 不死得的 他講話是沒有權兵的 我心裏馬上處理 所以我真的沒有任何的憤怒 後來有一次 牧師又回到我跟他一起 一起祈禱祝福 我是很樂意的 我心裏根本沒有任何的憤怒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得性有緣 我希望大家都是事事得性有緣 神就為你開路 以致你能夠影響更多人 在我們當中有幾個 你真的願意讓夜話做你的緣順 有幾個 你看神 我不再信從我的情緒 不再信從我的私慾 不再經常介意人怎樣看我 不再經常去想人 那些人又不喜歡我 這已經是事實 耶穌說你的敵人就是你家中的人 你周圍都會有敵人 但不要緊 神才是最主要得性的那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眼前 眼前好像在輸仗 但神是萬有一切 將來一天去到審判台前 我們一生的生命會顯露出來 這些人全部在羞辱之中 但我們的生命是榮耀的 每一次當人傷害你的時候 你說靠著耶穌不要緊 我並且在講溫和的說話 耶穌就稱讚你 每一次你這樣做 耶穌就稱讚你 並且在今生賞賜你 祝福你 永生也有厚厚的賞賜 是不是很好啊 這樣的時候你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那你盡快釋放 有什麼傷害盡快釋放 感謝神 哈利路亞 不要緊 沒有所謂 輕輕鬆鬆 完全得性 哈利路亞 可不可以這樣做人 這樣呢 是很快可以得性 很快可以脫離魔鬼的手 脫離一切負面的東西 但如果在裡面糾纏 是永遠出不了你 你跟魔鬼一直糾纏 一直這樣 又哄一下他 又做一下他的事 又跟從他的方式 一直糾纏 你是永遠出不了你 有幾個你真的說 神啊 我願意你做主做王 我不再自己做主了 我做什麼決定 我都求神帶領我 有幾個願意的 你真的才好 你真的的 站起來 神啊我願意 神啊我願意 我不再給自己做事 我不再用自己的方法 神啊你說什麼 我就做什麼 神說 幸福 我就幸福 神說你不要出聲 我就不出聲 神說你微笑 你就微笑 可不可以現在微笑一下 哈哈 你自己向神說 神啊有些什麼我要聽話 你現在幫我了 你哪一件事最難 你現在跟神說 神啊這件事我需要你幫我 噢耶稿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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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多謝耶稣神 你做主做王 噢耶稣 耶稣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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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你 耶稣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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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你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中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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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私人祝福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求主私人祝福 勉勉我們 幫助我們每一個 真正將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 將生命的主權 無論有什麼地方我們不聽話 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有什麼地方被情緒控制 求主幫助我們 求主幫我們處理生命 因為我們不是看人 不再介意人說什麼 因為世人算什麼 人民把握怎麼樣 不要緊的 我就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多謝祈求主祝福我們 真是走神的路 被神作禍 不只是口說的 是真是現在開始被神作禍 多謝天父 聖族 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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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歌